2016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安徽时史出。 安徽作为科技大省,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以前年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学,这些年抓科技创新,动作快,力度大,成效明显,值得肯定。 中国科技大学要勇于创新,敢于超越,力争一流,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,为国家现代化建设,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这是总书记对中国科大的充分肯定和因因主通。 1958年,为培养两单一星尖端人才,在邓小平、聂荣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关心下,中国科大在北京长逼。 它的诞生,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一项重大事件,肩负着把红旗插上科学高峰的光荣使命。 1970年,中国科大从北京南迁合肥。 50年来,在中科院教育部的鼎立支持和安徽省合肥市的亲情相助下,中国科大呈改革东风,领风气之先,创还与学府,与天下英才。 50年来,用行动实现着时代赋予大学的责任,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初心,历久而弥坚。 50年来,用行动实现着时代赋予大学的国家领导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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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从北京到合肥,中国科大秉持历德数人与公关创新的使命和梦想,开启二次创业的新征程。 红砖并进,礼时交融。 半个世纪以来,中国科大坚守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,在全国首创少年班,研究圣院,成为全国首批211-985双一流高校,朝着中国特色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,获步前行。 从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到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,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中,中科院、教育部、安徽省、合肥市等全力支持,给钱、给地、给政策,以真金白银支持中国科大发展。 今日之科大,尊师众教,勇于创新,维持求真,英才辈出。 以大爱传统大师之风传承着独有的大学气象。 所谓大学,非未有大楼之位也,有大师之位也。 中国科大,大师云集,这里有一方沉静温暖的书桌,这里有一群耐得了寂寞的学者。 目前,中国科大拥有两院院士63人,其中全职在合肥工作的两院院士,占合肥同类人才总数的九成以上,为合肥乃至安徽发展,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。 创办少年班,探索英才教育之路,实行学分制,开百分百自主选专业之先河。 中国科大,潜心力得数人,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,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学科,竹力培养新时代六有大学生,取得了千生一院士七百术博士的教人成绩。 如今,一大批科大学子活跃在国防、科技、经济、教育等领域,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军人才。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机,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。 暗物质探测卫星发射升空,莫子号飞向太空,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。 在2016年、2017年和2018年新年贺词中,习近平主席三次点赞中国科大。 从量子通信高温超导到热核巨变人工智能,从纳米材料火灾科学到分子科学生命医学,一大批创新成果举世主目。 2000年以来,中国科大共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45项,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两项,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。 在中国一流高校中,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成果数最多。 2020年,中国科大自然指数位居全球高校第四名,国内高校第一名,助力合肥,越居科研城市全球第二十名,全国第六名。 五十载后机勃发,九万里,风鹏正举。 近年来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到安徽和中国科大考察,强调跨越式发展,关键靠创新。 对安徽创新驱动发展和中国科大人才培养科技创新,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。 为安徽和科大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中国科大将劳记总书记音音嘱托,面向世界科技前沿,面向经济主战场,面向国家重大需求,面向人民生命健康。 前新力得数人,执着公关创新,努力办出中国特色,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。 扎根江淮大地,抢抓历史机遇,服务区域创新,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。 中国科大将与安徽和肥同频共振,以科大智慧,科大力量,助力合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创新高地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做出新的贡献。